首次上稿10点46分更新时间12点50分 记者王俊中万瑜真台南报道 台南市永康景分区二男一女共三名远景 经上午9点多月区到北区西门路抓一名翁姓妾到通气犯 翁贤遇上车时一男景上前盘查 嫌犯窜进驾驶座开车拖走阻止的男景 令良景健壮对嫌犯坐车与车轮连开约六强 嫌犯身上重担受伤被送医急救 但已无生命迹象三名蓝茶员景身体也有受伤 经上午9点半许永康景分区大桥派出所三名景员到南市北区西门路三段17号前查契翁姓妾到通气犯 55岁警员刘耿明上前表明身份将依法逮捕 翁贤抗拒逮捕并上停在路旁停车格的自小客车欲逃离 刘景从翁贤坐车驾驶坐车门外抓住方向盘 翁人驾车逃逸 刘景遭到强行脱刑 令两名一男一女支援警力到场 见状立即开枪制止 共对翁贤坐车开了六强 嫌犯车子开了十多公尺后 到西门路 城宫路口停下 翁贤右下胸部重担 骑坐车内外血击斑斑 被送往城大医院急救 其人伤重不治 遭拖刑的刘耿明右膝盖挫伤 有脑震荡情形 两名支援员 警手部都有擦伤 永康分局侦察队长郭乃荣表示 远景盘查嫌犯时 遭嫌犯驾车强行脱走 行事危急 支援远景不得已才开枪 制止约队车辆开了六强 其中有子弹 打众嫌犯身体 送医急救 见识人员已到现场财政调查 台南检署检察官 彭玉清 稍后也到场看宴现场 了解厘清案情